好继续带您来看到交通意外事故 台九县光复大富桥南下车道 14号晚间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75岁的彭新驾驶开着小货车行经这条路的时候 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的撞上中央分隔岛 车头严重变形 驾驶受困车内动弹不得 货报到场的警销人员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将受伤的驾驶救出 火速的送医救治 不顺自撞中央分隔岛的小货车车头严重变形 75岁的彭新驾驶受困车内 头部身体多处差错伤 右手及左脚粉碎性骨折情况危急 货报到场的警销人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终于将受困车内的驾驶顺利救出 并火速送往北戎凤林分院救治 到达现场后 与凤林拐腰及本分队所属三大志工 共同利用破坏器材 顺利将受困者脱困送往凤林农民医院 这起小货车自撞分隔岛的交通事故 凤林警方初步调查 驾驶并未有酒驾 也没有无照驾驶 而至于车祸发生的详细原因 警方也正调查理清的同时 也特别呼吁夜间行车务必要小心慢行 以免发生意外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